昨天下午在臺北市萬華區經常一起凶殺案 原來一名陳姓房客 他跟二房東是有兩萬多元的債務糾紛 雙方先前就曾經多次爆發口角 昨天再度爆發爭執 先犯一氣之下 居然持利器攻擊對方致死 隨後逃往新竹老家 報警自首 不好意思嗎 什麼事情 我 衝 衝 衝衝外滿頭白髮的男子蹲坐在地 雙手不斷做出示意動作 坦承殺人 立刻被遠景帶回偵辦 時間往回推到9號上午 走路不良魚行 平時要洗腎的誠信嫌犯 犯案後帶著大包小包家當 邊逃跑邊回頭張望 看似相當緊張 我路整多鐘到7點鐘 我就下來這邊 聽到有一點聲音 到喊救人救人 可是沒有靈體 他常常有救護車來載他去 有時候會蹲在這邊等計程車 債務橋不攏鏡爆發 砍原事件事 發生在明河街的一處民宅 碎於新竹地區 通報警方 死者因為情況也失明 十多年前離家 兒子接獲噩耗 完全不敢相信 有一種超限制感 然後好像也沒有辦法生氣 因為好像是一個 弱弱相殘的劇情吧 這件事情其實也滿奇怪 就是我其實 我知道我爸跟他的這些房 所謂的房客或是室友們 是處於這種經濟共生的狀態 送物資給他們 然後他是很客氣的 都會說謝謝 檢察官也指示要帶著先犯 一同到殯儀館進行相宴 好好釐清體弱多病的老翁 究竟是如何獨自一人 形凶犯案 記者王君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